记者同晚新台北报导,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应应列雷建案成立的调阅专案小组,经首度召开会议会中推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担任召集人。 罗志正受访时表示,国防部将自下周一开始提供案件资料供1419件,陈列立法院会议是一个月。 罗志正说将与财委会成立的调阅小组协调,建立两边联系管道,避免双边文件疏漏造成困扰。 外委会成立的列雷件调阅专案小组,经邀请国防部长冯诗宽财政部次长苏建荣第一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美龄等人出席。 召集人罗志正会后受访时表示,国防部、财政部、金管会等相关单位明将提供资料清测给调阅小组成员,预计自下周一开始陈列资料,因财委会调阅小组尚未启动,届时若财委会小组展开行动会进行协调。 小组成员国民党立委吕玉玉玲受访时表示,国防部长冯诗宽在会中强调,国防部在案件中也是受害者会尽力协助调阅小组离清权责,以还国防部清白。 据规划,列雷件调阅专案小组预计11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纯列文件的内容明细。